好了,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了 繼續和大家來講 接下來2024年4月24日星期三跑馬地賽馬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爆冷場合 買鐵三角,和大家買三隻馬匹 至於我們買到的場合,就會是這場的第二場 這場第二場是我們的五班草地斯加三欄,1800米的賽事 在這場馬上,我們都想選擇懶馬來買 所以第一隻會選擇的馬匹,其實都會選擇懶滿騎師 懶滿馬房,即是由梁家俊騎的六號,線路青鷹 第一匹我們會選擇的馬匹,想選擇他 這匹馬,其實最近都是一隻偏懶的馬 大家看得到,他最近的賠率其實都沒有40倍 32倍,賠率都偏懶 賠率懶得這麼交關,但為什麼我們都仍然會選擇他呢 原因是因為,我認為這隻線路青鷹 在今季都是一隻越跑越進步的馬 他由季初第七、第九、第十一,都漸漸跑近 跑到最近的第三,表現是越來越好,越來越進步的 大家可以看看這隻線路青鷹,上將到梁家俊是怎樣發揮 上將,線路青鷹排著一個八檔來跑的 這隻就是他,八檔 大家可以看看,裡面這隻是黃衣,白帽 紅色戰爭之餘,大家可以看看他怎樣跑 這隻線路青鷹,其實是頭段時間,你看到他被頂了 頂了一些三碟的位置 白馬這隻就是他,灰白色這隻馬 他一直是否被頂了,頂了三碟的位置 其實他是很虧的,這隻馬是很虧虧的 頭段一直被頂了 頂一頂,是在外面跑的 跑千八米,你去到一千三米,你都還被頂了 其實你是很難跑的,真的 不是一些容易應付的事情 更何況你在五班 但是,這隻線路青鷹,可以沿途一路撕毀的 沿途一路撕毀的 沿途一路撕毀,還要走避動位置 他都留得比較厚一點 金牆馬,留到這麼厚 你說著不著數? 其實老實說,不著數 你留到這麼厚,很不著數 因為,金牆馬都是一些比較慢 少少步促的賽事 所以,這隻馬呢 金牆馬蝕到這麼膠關 還要這麼被動呢 其實,真的 非常難跑的 但是,你看回,去到轉彎入直路 這隻馬呢 就開始是滑發力來沖 你會見到 他其實儘管吃著那個萬步促 都是說有勢的 都是說有勢的 最終就是說能夠頂到個第三回來的 虧這麼多 吃萬步促都能夠最終頂到個第三 所以,這隻線路青鷹 其實最近是說表現不差的 這隻馬其實在五班是挺有能力的 很明顯他跑谷草千八米呢 就是說有威脅的 這隻馬很明顯跑谷草千八五班 是有威脅的 因為,始終其實你看回他以往成績 這隻馬呢 其實他沒有說,哇,贏過很多路程 那樣的 他不是說一些什麼,贏千四,贏一六五零 又贏千六,又贏千八,又贏二千那些馬 他不是這樣的 這隻馬呢,其實很簡單的 他贏來贏去都是千八米菊草 是不是? 之前在九月二十一號 他贏菊草千八五班 之後呢,十一月十六號 他贏菊草千八四班賽事 是不是? 之後六月七號,他贏菊草千八五班 所以這隻馬,其實贏來贏去都是贏菊草千八 千八馬是他最正宗的路程來的 所以,最近這隻馬呢 跑分千八,他開始有表現呢 接下來一場繼續跑分菊草千八米五班賽事呢 我覺得他有機會是保重的 尤其是說這隻馬的評分越來越低 現在去到31分 即是說,跟上將跑得好的時候 那個評分一模一樣 去到31分這些水平呢 這隻馬絕對有資格去到贏馬 因為畢竟這隻馬呢 他36分贏過 43分贏過 35分都贏過 其實他是 43分都贏過的馬 如果你計算他43分贏馬 現在31分,他就賺了12分 你計算少一點的 35分贏馬現在31分 其實他都賺了4分 所以這隻馬呢 是一隻賺平分的馬 賺平分的馬其實在五班呢 是非常之有利的 更何況呢,你看看他這個第三 最近的第三他贏到哪些馬 其實這隻線路 這隻線路青鷹 叫做贏赤子鴻心 落足鳥,美麗多營,鑽石複象,神舟,飛驅 這些 這站馬是什麼呢 你看看來這一場 其實來這一場 這隻馬會再出的 赤子鴻心再出,鑽石複象再出 超級黃蜂再出 上肆魅力都會再出 即是來後再出的四匹馬這隻線路青鷹 已經跑贏過 所以以馬律馬的話 我覺得這隻線路青鷹 絕對是在來近一場呢 要稱先 要是說 摺高一點點 所以金匠馬呢 我覺得這匹馬可以留意 尤其是梁家鑽再騎他 其實上章騎完他 梁家鑽是 抓緊不放手的 抓緊不放手 繼續騎他 這次繼續排八檔 雖然是說上章的檔位 上章他是跑得很虧的 這次排著相同的檔位 八檔會不會再次這樣虧呢 其實這隻馬 有機會這樣虧的 如果形勢差的話 你看看 金匠馬 其實跟他相似跑法的馬 是不多的 這隻馬 最正宗的跑法 是放在五六位的 其實上章他因為 都是 多塊馬 放在五六七位的位置 他就留了後 之後被人頂 但是金匠就不同了 金匠馬其實跟他相似跑法的馬匹 不多的 所以我相信這隻馬 應該就是有機會 跑進去 即是說 有機會能夠貼到條欄 再加上梁家駿這位騎士 上將也試過騎過八檔 其實他熟悉的 應該是要怎麼騎的 上次排八檔 你又走三四檔 這次沒有理由再重複犯錯了 所以我覺得這隻 線路青鷹呢 可以是說 來這裡試一試 拼懶 相信梁家駿 始終因為他賠率最好 三十幾倍 四十倍 我覺得是 抵拼的 今次操練也做足 你能看到這隻馬 就在沙田來這裡操 更加由梁家駿 親操他 親自和他試分複雜 這隻線路青鷹 當時試乘的表現都不頑 就跑到第四檔 你能看到 都沒有什麼 怎麼比 就跑到第四檔 所以這隻馬 其實都是一種狀態的馬 狀態是說不差的 儲了這麼久 其實體力也沒有什麼消耗過 其實你會看他之前 之前他們是跑什麼 第八、第十、第九、第七 沒有什麼騎過的 這些馬 沒有什麼消耗過的馬 來到季尾 始終我覺得是比較好 所以今場馬 第一隻會選到馬匹 第一隻會選到 第一隻會選到 這隻六號的 線路青鷹 講完今場馬 我們第一隻會選到的馬匹之後 就來到 講回第二隻會選擇的馬匹 這次我們第二隻會選到的 其實會選到 由潘頓奇的一隻 無上市魅力 來對賣 為什麼這次會選到 這隻上市魅力 我們一起看看 這隻上市魅力 的賽者 這隻上市魅力 最近在三月二十號 都跑過一場 菊草千八米的五班賽事 當時這隻馬的表現 就跑第十一回來 其實成績出到來 都不是這麼好 輸了 都輸得難看 輸得遠 輸成四個幾馬位 但是為什麼 我們仍然會選這匹馬呢 我們可以先來看看 這隻上市魅力 上將潘頓是怎樣騎 他先 上場潘頓 這隻上市魅力 就排了一個六檔 來跑的 這裡 這隻就是他 那麼 橙袖 黃寶 紅色戰爭之餘 大家看看他怎麼跑 那麼 今場馬 這隻上市魅力 這隻上市魅力 其實都是在外面的位置 你看到 現在都在走三碟 是靠著潘頓 慢慢幫他埋 慢慢幫他埋 他才說 走了進去 能夠貼著條欄來跑 貼著條欄 還要走在前面 來跑 這隻馬 在三四位 這樣跑有沒有問題 其實大家看看 這隻馬這樣跑 是很好處的 貼著條欄 還要是說 這隻馬 可以捕捉到偏慢 你吃著 慢捕捉 一前來跑 其實他很好處 這隻馬 壓在這三四位 其實很好處 但是為什麼 這隻馬 最終都輸了呢 關鍵就是 在轉彎 入直路的時間 我們由六百五十米 開始看看潘頓 是怎樣騎他 去到最後六百五十米 你看到 潘頓都非常鎮定 是吧 其他一隻上肆未力 是完全沒有動過手 你看到其他騎士 不斷比 不斷比 但潘頓呢 真的 動都不動 是吧 民風不動 馬 去到轉彎 入直路 之後 都是不動的 是吧 最後二百五十米 都是不動的 原來這隻馬 潘頓根本沒有動過手 他很鎮定 是吧 因為根本沒有騎過 我都不知道想不想騎 是吧 所以根本上這隻 這樣的上肆魅力 為什麼會輸呢 就是因為 他在這條欄那裏 一路在這條欄那裏 雖然就說 貼欄欠了 但一路就在這條欄那裏 塞斜 是吧 還有六百多米 根本上就沒有騎過 潘頓一直在那裏等 等啊等啊等啊等 等人派米給他 但誰知道呢 都等不到位出 是吧 一路都等不到有位 根本上就 所以這隻上肆魅力 是沒有望空過的 啊 沒有法力過的 沒有騎過的 所以最終就這樣跑過 第十一番 就輸了 所以這些 上肆魅力呢 其實我跟大家講了 接下來的這場馬 就真的要看緊他了 因為他上肆沒有跑過呢 你接下來這場再跑呢 隨時就是說 效果完全不同的 就是說他可以由第十一 變到跑第一 都不出奇的 因為之前都沒有跑過嘛 是沒有跑過才輸的嘛 他不是說 啊很差的情況之下 輸人家算過幾碼位 對吧 這隻馬其實 他不是沒有能力的 我來講是五班 很明顯他現在的評分 就是說漸漸降 現在的評分叫低了 所以潘頓上肆才拉他來騎 34分這些水平 其實對於這隻馬來講是低的 所以這隻馬絕對有機會借的 接下來再低多一分 其實是好處的 這隻馬 還有你看看這隻 上肆魅力的操練 其實上張賽前這隻馬 的操練已經是可以的了 都叫做不差 因為潘頓都試過 坐過上去親操他 對吧 ok的 上次賽前操練 但是這次還誇張 你看看這隻馬 潘頓是不單是親操他 還要是親自和他試分我閘 特意在4月9日和他試分我閘 沙田草的1600米閘 現在熱身先 才是說再來到他跑 接下來的這一場 這次操練特別積極 比之前都叫積極 我相信這隻馬有機會是保重的 因為這隻馬其實很久沒試過閘 讓我們看看 再之前那次試襲是幾時 是1月10幾號 是吧 隔幾個月再來試襲 再由潘頓親操 我覺得這隻馬 是有機會在接下來 是去馬 惡殺 跟你 來了 所以今場馬 我覺得這隻上線魅力可以說 拼一拼 這次還要打完王牌 換一換配備 你看到這次 他也是說帶了一個P上去 無緣無故帶一個新的配備 都能夠給了一些新鮮感的一隻馬 隨時有些馬就是轉配備 即是加一些配備上去 即時保重 這隻馬 無緣無故這次換配備 操練又做到這麼足 再放潘頓潘頓又繼續騎 那這些馬就真的 很大機會是在未來的場上 搏殺的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他不會搞那麼多事情 對不對 喂 你如果不去馬 你想減分的 你想做其他事情 那怎麼會無緣無故跟你搞配備 怎麼會跟你操練做到這麼足 怎麼會放潘頓 其實你隨便放另外一個人 都可以 是吧 不用放潘頓嗎 所以這次做到這麼足 有放潘頓 隨時來了 所以我們第二隻會選的馬匹 選這隻5號的上線魅力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頭兩隻會選到的馬匹之後 就來對他講回第三隻會選擇的馬匹 那這次我們第三隻會選到的馬匹 其實就想選一隻1號的楊威四方來對他買的 那為什麼今次會選這隻楊威四方呢 我們先看看這隻楊威四方的賽事 那這隻楊威四方 其實最近跑出來的成績 都不是說這麼好的 你記得到 他最近跑的沙田做的千八米五班賽事 都跑過第八的 落到五班了 那還是輸 為什麼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隻楊威四方 上一場報名是怎樣騎他 那這隻楊威四方 上帳其實是排著三檔來跑的 這裏就是他了 深藍衫 深藍帽 紅色戰爪主座了 大家看清楚他怎麼跑 那這隻楊威四方 其實都留守在比較後一點的位置來跑的 那這場馬就走著大約八九位置 其實這場馬也跑得比較被動一點的 那他跑得比較被動的 那跑得比較被動 你說他著不著數呢 那其實今晚你見到 這麼多馬呢 想去到走 想去到搶 其實就是說 擺前走的馬比較好一點的 那個場地形勢呢 就是擺前走的馬呢 就是說著數少少少的 所以就是很多馬呢 擺前走來跑的 所以這隻楊威四方 其實留得太後 就不是說這麼著數的 再加上就是說 你看到轉彎入直路的時間 其實這隻楊威四方 都要找位 來看空的 那他找位 其實左而右而都搞了一輪 那之後報紋 其實你看到他 都沒什麼怎麼騎過 沒什麼怎麼動手 是吧 報紋 有沒有打過邊啊 你看他之後 沒有的 是吧 只推他 一邊推 是吧 就是你一邊 這樣就回來了 是吧 這隻馬 所以我覺得這隻楊威四方 上將都沒有什麼 真的怎麼騎過 還有再加上就是說 上將他對著的對手都偏強呢 你看看楊威四方 上將就是對著美麗多營 風勝多彩 美滿星雲 喜悅一身這些馬 其實這隻馬是厲害的 我們說他們跑千八是厲害的 美麗多營這些馬呢 其實最近是不斷贏馬 兩輪的 這些 風勝多彩 這隻馬是不斷跑近的 贏馬 第二第三 第四 全部近的 這隻馬 厲害的 之後那些美滿星雲 也是 美滿星雲這匹馬呢 其實今季 由蔡明少贏過 之後 潘敬都抓住他 不放手 那 都是 有分手不上的實力的馬 這隻美滿星雲 所以其實楊威四方上場之所以輸 我覺得他是大部份 對著強組才輸 就是說大部份馬都強 他對著對手是厲害的 所以才搞到他輸 接下來這一場 他就不再跑沙田了 轉回去跑谷草 跑千八米五班草地 我覺得他有機會 就是轉場地 就爆爛了 這些馬是有機會轉場地 就殺低這些比較弱的對手 我覺得真的有這樣的可能 因為這隻馬 始終他跑千八都是厲害的 你看看 就是他懂得跑 你看看 今季他跑沙田 做的千八五班 是否贏過 他跑千八的路程是怎樣的 所以 根本上這隻馬 他不會說 跑千八 什麼不夠氣 氣量不夠的 沒問題的 千八的路程 肯定是對他來說正宗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千八他適合跑 在接下來這一場 就已經是一個優勢 因為 你看看同場其他馬 很多隻都不會跑千八 很多隻跑千八都差 甚至說沒有什麼賽積根據 所以這些會跑千八馬 就已經可以了 今次去對著這些 弱小輸的對手 真的有權 爆爛的 這些馬 因為曾經這隻馬 都展現過 他跑千八 千八的時候 對著一些差一點的對手 他的表現很好 這隻馬不是贏馬的 當時他贏哪些馬 贏喜悅 一身滿載歸來 活力多多 皮慧大師 從所願赤子鴻心 他一對著弱小小的馬 他立即贏 對著赤子鴻心 這些馬 赤子鴻心是完全不夠他跑的 赤子鴻心今場馬 是怎樣的 輸他五個幾馬位 跑千八 赤子鴻心輸楊威斯福 五個幾馬位 接下來這一場會再出的 赤子鴻心 7號馬匹就是他 何則耀騎 你是不是覺得這隻馬 有機會的 赤子鴻心 如果你看看這隻赤子鴻心 那些賽職的話 你會覺得這隻赤子鴻心 好像有機會 因為他最近跑 谷草的表現都不差 這次配合何則耀 何則耀是他贏馬拍檔 但原來這隻馬 曾經輸過給楊威四方 這隻楊威四方 是贏赤子鴻心五個幾馬位 大勝他的 赤子鴻心輸楊威四方 五個幾馬位 赤子鴻心五個幾馬位 所以接下來這一場 他們再鬥過 你覺得他有什麼成績 出來都來 你覺得 會不會楊威四方 再次贏到他 絕對有機會 是吧 跑千百米 這隻馬真的很棒 更何況這次還要排著一個漂亮檔 三檔 其實他還好發揮 挺好跑的 打小黃牌 隨時就是在接下來一場 靠著星仔保重 星仔其實都經常幫韋特贏馬 所以我覺得其實都可以留意他 所以第三次要選 買回來買回來 減完這一號的楊威四方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會買到哪三匹馬 之後 就來對講我們的投注策略 這次我們會買到彩池 其實就是連贏及位置Q的彩池 用回這個彩池去買回 我們剛剛才提及到的那三匹馬就可以了 用一個鐵三角 湖村的方式來買回他們 這次就這樣買 如果大家同路的話 都不妨試試 在接下來的這個賽馬日 希望大家一起贏錢 我祝大家贏多一點 今條片就來到這裡 今天大家記得subscribe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還有share我們的video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好